这一节来讲一下怎么样在博客来里面写书评呢 这边有一个我要写评件 或者是你如果还没有购买 或者是你不是在博客来购买的 你也可以写评件 在这边我要写评件点击下去 那如果你还没有加入会员的话呢 必须先去加入会员 然后再来按这个我要评件 那像现在我已经登录会员了 所以我这边是登录状态中 然后在底下这边 下来这边有一个 我同意遵守公约写评件去 那写评件的时候呢 它会去审核 所以你写完它不会马上出现 它不会马上出现 因为它有些规定啦 就是说你必须要诚实的去写 然后你不能够只有写太棒了 我要喜欢脸部表情符号 纯粹情绪反应它是不接受的 所以你至少要写一个说 比如说有人写 等了好久了总算出书了 或者是写说 里面内容非常实用对我帮助很大 那这样子它比较会采用 然后隔天才会登出来 它们审核之后隔天才会登出来 这边我同意遵守公约写评件去点一下 这边就可以开始写了 然后这边写你要出现的名称 那这个不一定要写 那这个很重要哦 这个就是你看有朋友就是忘记打信号 你忘记打信号的话呢 这个评件就会变0分 所以你要必须在这边点一下五颗星点一下 然后才去写你的名字 写你的那个评件内容 然后这边写你的名字 然后最后呢底下就按送出就可以了 这个就写评件的方法 那如果你忘记打信号变成0分的话呢 你必须再进来到伯克莱登录 然后呢右上角有个会员专区 点一下会员专区 然后最底下这边 最底下有一个我的书屏的部分 点一下我的书屏 这边就会秀出你刚刚写的评件 然后你要怎么办 你要直接删除评件 你要把你的评件删掉 然后再去重新评件一次 帮我打五颗星 如果你忘记去打星星就会变0分 那个评件就没有效 好感谢各位 那如果你有写评件的话呢 你当然就 我就 因为我本来有限制100名里面去做活动 那如果你有帮我写评件的话呢 不管你有没有在100名之内 我的赠品一样会送给你 好感谢你 帮我写评件的话呢 请你在脸书的留言板 脸书的视讯这边留言给我 找我的 找我的 L-I-U-F-U-N-Y-U-E-6-E-6-8 你就会找到刘芳育了 然后你就 视讯 传讯息给我 传视讯给我 OK 好感谢你